燒燙傷它有一些深度傷口 它想要加速癒合 接受數次的這個高壓養療程 可以讓八痕組織的修復會變快 產生的八痕組織變少 你好 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最近好像可能睡眠不太好 造成可能會有失眠 然後黑眼圈的問題 那我想問有什麼狀況可以改善 就是說你要好的睡眠 好的飲食 這是基本的 給大家另外一個好的方法 就是我們的高壓養療程 高壓養就是我們把氧氣的壓力加大 我們生活是在一大氣壓 20%的氧氣 大自然被創造以後的一個平衡的濃度 人體的細胞 藉著呼吸循環到身體裡面 但是呢 因為我們身體有時候會有一些細胞會受損 癒合的過程裡面氧氣是很重要 我就把氧氣的濃度拉高 那我也把壓力加大 藉著這樣的循環 加強組織它修復所需要的 一個元素 所以才會有這種高壓氧的概念 在平常生活壓力很大的狀況之下 身體是會代謝 在代謝的過程 細胞缺氧它就會產生很多的自由基 這些自由基其實會攻擊細胞 讓細胞就是經過一個衰退或老化的過程 高壓氧的原理 藉著這個呼吸和循環 讓自由基變喪 因為我們被創造在一大氣壓20%的氧氣 我們細胞已經習慣這樣的環境 假設我們1.5大氣壓 這壓力大概多大 就5公尺深的水 今天一個潛水埠 它到5公尺下 它所承受的壓力就是1.5大氣壓 如果我們長期除在這種高壓的裡面 光是壓力我們就可能不能夠待太久的時間 氧氣也是 它雖然是對組織修復很好 可是濃度過高 它是對組織會有傷害 今天如果一個早場 你給它存養 長大以後它的吃完就會受傷 或者是說它肺會纖維化 或者肺功能會有一些障礙 那其實我們成人也是一樣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在治療的建議上 盡量不要太久太高壓的時間 這樣才是達到治療的標的 高壓癢所使用的濃度呢 使用大概80到100%這個區間 壓力的話呢 醫療用等級 如果說在診所沒有可以使用 基本上要在1.4、1.5壓力以內 如果要超過有特殊性的需要使用的話 需要在醫學中心 如果在這個壓力以下 那我們這個是屬於單人場 那在這個環境之下 我們會建議一般來說 不要超過一個小時 高壓癢要密集性的治療 有人甚至會每天都躺 那每天大概躺40分鐘到一個小時左右 如果是站在健康的人來保養的立場 可以一個禮拜平均間隔2次到3次 原則上大概一個月到兩個月左右 醫學美容 抗衰老的角度 其實沒有特殊的禁忌症是都可以做的 我們有一些失眠的患者 他來這邊啊 一開始也不是因為針對他失眠的問題 他就是來當保養 他發現躺完之後呢 第一個他氣色變好 他的睡眠問題獲得很大的改善 另外的話就是 有一些像腎功能比較差的人 他平常很勞累 躺高壓癢的時候 他覺得他體力就會變得比較好 偏向醫療的話 比如說躺尿病 他有一些慢性傷口 或者是燒燙傷 他有一些深度傷口 他想要加速癒合 接受數次的這個高壓癢療程 可以讓這個八痕組織的修復會變快 因為他修復快 所以他產生的八痕組織就會變少 一般的民眾來說 他只要沒有氣胸啊 癢進去最常見就是耳壓不平衡 大家會覺得好像鋼潛水一樣 耳膜很脹很痛 那如果說其實都能適應的話 大部分的人都可以使用 高癢癢的臨床應用 細胞你要讓他提早修復 你就可以搭配高癢癢使用 因為氧氣是一個助燃物 當他提高濃度的時候 加強他的助燃的效果 你身上有一些電子產品 或者是打火機 類似像這種會引起火花的 有疑慮的這些產品 是不能夠帶進去的 除了這些以外呢 其他的東西 其實都算相對非常的安全 基本上我們就 穿很便利很寬鬆的衣服 就可以躺進去 比較需要注意的是說 感冒的人耳煙管 或者是說他的喉頭相對比較重 對當他加壓的時候 你內外不平衡的壓力會比較明顯 高癢癢長對不對 其實他有點密閉 有些人他躺進去的時候 他就會有一種莫名的恐懼感 就會跑出來 這叫優避恐懼 所以如果有這一類的問題 可能也不適合 有潛水經驗的人都知道 越淺越深的時候耳朵 他會因為壓力不平衡 會有脹痛的感覺 通常我們會請患者 拼一起鼻子 把他的氣體衝到他的耳朵裡面 或者是藉著吞咽口水 去平衡耳內耳外的壓力 這個也是 大家在躺這個時候 比較常常會說的不舒服的感覺 不過這種不舒服的感覺 通常數次以後 他就會越來越習慣 就會慢慢改善 平衡表情 一起來 途中 想說我在做太鼓掃 好像這樣 喔喔喔喔 這樣 不會 可以照樣放屁打嗝 都可以